在我们想象中 太阳系的边界也许是一道看不见的墙 但实际上 当美国太空总署的航海加号太空船一路航行 抵达这片宇宙的边陲时 他们发现的却是一连串出乎预料的现象 既陌生又令人震撼 就在太阳吹送出来的带电粒子流 与遥远星际空间的冷冽气息交汇的地方 科学家称之为日球层顶 两艘探测器同时捕捉到惊人的讯号 那里的温度竟然飙升到超过5万开尔文 仿佛宇宙边缘正燃烧着一团无形的火焰 不过 这并不是一道坚固的墙壁 也没有任何实体的结构在那里阻挡 而是一片极端灼热的区域 由高速碰撞的粒子所塑造出的无形屏障 就像是宇宙中一场闷烧的风暴 在空无一物的虚空里编制出一道能量的墙 在接下来的这段旅程中 我们将跟随航海加号的脚步 一探他们在太空深处所见所闻 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 又是如何穿越那片极端的边界而安然无恙 更重要的是 这一切揭示了太阳影响范围的真正模样 它到底伸展到多远 它的力量又止步于哪里 我们习惯把冥王星看作太阳系的尽头 但事实上 行星的近处并不等于太阳系的边界 真正的终点 其实远在更外围 深藏在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巨大泡泡之外 太阳系的边界其实延伸的比我们多数人想象的还要远 整个系统像是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 肉眼无法看见的气泡之中 这层看不见的保护罩 科学家称它为日光层 就像太阳吹起的一个庞大透明气球 把我们整个星系紧紧包围 这个神秘的气泡 其实是由太阳自己吹出来的 它并不是空气组成 而是一种高速带电的粒子流 我们称之为太阳风 这些粒子日夜不息地从太阳向四面八方扩散 像一股看不见的宇宙风暴 把整个日光层撑了起来 不过太阳风的力量并不是无限的 当它一路向外奔驰 穿越数十亿公里的空间 终究会减速 直指它遭遇来自另一个方向的气流 那是一股缓慢 冰冷来自银河深处的星际风 这些更古老 更幽静的物质称为星际介质 它们就像宇宙里漂浮的微尘 在无声无息中抵住了来自太阳的推进力 就在这两股天体力量 来自太阳的风雨 来自银河的压力 正面相撞的地带 形成了日球层的最外层边界 成为日球层顶 而美国太空总署的航海加一号与二号 正是在这个宇宙冲突的交界处 留下了历史性的足迹 也写下了人类探测太空的重要一章 2012年8月 一段从地球出发 历时数十年的旅程终于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航海加一号正式穿越了日球层顶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踏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体 那一刻 我们的文明第一次真正地走出了太阳的怀抱 迈进银河的悬空寂静 6年后 2018年11月 航海加二号也完成了他自己的壮举 他虽然从不同的轨道出发 方向不同 角度不同 但也穿越了那片神秘的边界 加入了星际空间的探险行列 成为第二位跨越太阳系外围的地球使者 虽然两艘太空船穿越边界的地点相隔遥远 其中航海加一号穿越的位置 距离地球足足有180亿公里之遥 但让人惊讶的是 他们在那里所测得的资料却出奇的一致 仿佛他们各自通过不同的门 却抵达了同一个宇宙真相 就在这两艘太空船挣脱日光层的怀抱 进入星际空间的瞬间 他们的仪器记录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周围粒子的能量水平骤然飙升 等效温度竟然达到5万凯尔温 这并不是渐进的变化 而像是一道无形的能量墙 猝不及防地迎面撞上了他们 但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高温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那种 会把金属烧红的热 航海加号上的仪器 其实并不是在直接测量温度 而是在分析粒子的能量 换句话说 他们是在观察这些粒子飞得有多快 撞得有多猛烈 这才是这里热的真正来源 科学家有时会把这个区域牺牲为火墙 但这个说法其实有些误导 它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会燃烧的壁垒 但事实上 这里根本没有火 也没有墙 只有极端的粒子运动 与看不现的能量波动 这里没有你想象中的东西 没有烈焰燃烧 没有金属融化 甚至没有可触摸的障碍物 这火墙 只是科学家为了形容那里能量突变所借用的比喻 它其实更像是一场粒子间无声的冲突 事实上 这个词背后想传达的是 在这片狭窄的边界带中 太阳风像是一支狂奔的军队 突然遇到强大的反向阻力 它不仅被压缩 还被迫减速 甚至改变方向 而这一切都在极端的距离内发生 导致能量快速堆积 产生了那道名为火墙的剧烈变化区 航海加号揭示的其中一个关键发现 就是我们曾以为那像边界一样稳定的日球层顶 其实根本不是静止的 它不像一堵固定的墙 而更像是一层随时在呼吸 在脉动的薄膜 这个边界就像是宇宙里的一层气泡膜 会随着太阳的情绪起伏而扩张或收缩 当太阳活跃时 它膨胀延伸 当太阳平静时 它便缓缓的内缩像潮水般推去 日球层顶原来是一道动态的边线 而非横定不变的界限 在太阳活动的极打期 也就是太阳最为躁动不安的时候 它喷发出更多带电粒子 太阳风变得强劲有力 这使得日光曾像是被冲气的气球一样膨胀 边界被向外推得更远 延伸至更深的太空 而当太阳进入低潮期 活动趋于平缓 太阳风变得稀疏 整个气泡也就随之松弛 收缩 日球层顶仿佛悄悄地后退 向内缩回 让星际空间又向我们靠近了一些 听起来像是航海家号 闯入了一片极端高温的火域 你或许会担心 它们是否会被灼烧或损坏 但令人惊讶的是 即使那里的温度高达五万开尔温 这两松年老的太空探测器 却依然毫发无伤 那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这种条件下 它们为石膜没被烤焦 答案就在于 这片区域 其实空得令人难以置信 虽然粒子的能量非常高 但这里的空间就像沙漠里的风 狂暴 却没有多少沙子 物质之稀薄 几乎接近真正的虚空 即便温度听起来惊人的 足以融化钢铁 但在这片近乎真空的空域里 每立方公分的空间中 只飘着灵清几颗粒子 根本无法将足够的热能传递出去 对航海家号来说 这里的热几乎感觉不到 就像是站在一座无人山谷中 听到远方雷声 气势惊人 但震动微弱 这样的状态 是太空中最极端 也最悖论的现象之一 一边是足以将金属蒸发的能量水平 一边却是激进虚无的物质密度 这片边界不是地域 也不是天堂 而是一种独特的宇宙沉默 灼热 但空无一物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片边界 区域会变得这么热 又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这里成为宇宙中 最极端的能量交汇点之一 解答其实藏在一门听起来有点艰深的学问里 等离子体物理 这门科学专门研究带电粒子的运动与互动 正好就是航海家号所深处的环境 当太阳喷射出来的高速粒子风 一路冲向太空深处 终于遇见了那些来自星际的冷冽粒子时 它们并不是像车子穿过烟雾那样 一穿而过 相反 这些粒子彼此之间开始产生强烈的推积与摩擦 在这场粒子对撞的边界地带 压力不断堆积 就像一条河流忽然撞上了坚硬的岩石 水势在那一点积压 翻腾 逐渐累积出强大的动荡 不仅是粒子在对抗 连伴随它们而来的磁场也参与其中 在这片窄小区域里 磁力线彼此拥挤 空间像是被一只无形之手狠狠压缩缩 变得更加紧凑而扭曲 在这样的极端压力下 有时磁场会发生一种神秘的现象 磁场重新连接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 但实际上 它们会像被撕裂的绳子一样断开 然后瞬间重组 而这一过程会释放出庞大的能量 仿佛一颗无声爆炸在太空中发生 而这样的能量释放 产生了我们称谓无碰撞冲击的现象 它不是因为粒子像子弹一样彼此碰撞 而是透过电磁场的作用 在没有实际接触的情况下 让能量像雷电一样在空间中激荡开来 在这片无空气 无物质 近乎真空的太空里 粒子并不像我们在地球上那样 透过碰撞来传递热 但由于它们都带有电荷 它们之间会透过看不见的电磁场 彼此影响 互相牵扯 这些无形的互动虽然安静 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热效应 让这片区域温度飙升至难以想象的程度 除了温度之外 航海家号还揭露了一项 同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发现 它们发现 在穿越日球层顶之前与之后 所感测到的磁场方向 几乎没时莫改变 也就是说 日球层内外的磁场 竟然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延伸的 这一观察结果 与过去的理论大相径庭 根据旧有的模型 一旦太空船进入星际空间 星际磁场应该会成为主导力量 磁场方向也应该出现明显的转变 但实际上 情况却完全相反 打破了许多原有的预测 一开始 这项发现只来自航海家一号的数据 因此有人认为 或许这只是偶然 恰巧它穿越的位置 刚好对齐了内外磁场方向 并不能说明整体情况 但当几年后 航海家二号从另一个方向 穿越日球层顶 并再次记录到 与一号几乎相同的磁场排列时 那些怀疑便无法站得住脚 这一不再是巧合 而是证据 强烈暗示着我们对太阳系边界的理解 必须重新修正 要知道 航海家一号与二号穿越的位置 相隔了整整数十一公里 而且他们面对的太空环境 与粒子组成都各不相同 但即便如此 他们所测得的磁场 却彼此呼应 仿佛来自同一个整体 就像一条延伸到银河深处的 无形丝线 把日光层内外的磁场 串联成一个连续的系统 这项观察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可能性 我们的太阳 并不是孤立于银河之中的一颗恒星 它的磁场 可能与整个银河系的磁场 互相缠绕 彼此牵动 比我们以往认为的 要更紧密 更深远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我们过去用来描绘太阳风 如何与星际介质互动的模型 就必须全面更新 因为这不再只是单纯的内部系统 对抗外部压力 而是两个磁场体系 在边界上的直接对话与交缠 从理论转回现实 这篇看似遥远的界限 其实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因为真正理解日球层顶的结构与变化 不只是天文学的兴趣题 而是攸关地球与人类安全的关键知识 举例来说 这道看不见的边界 实际上扮演着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它能够阻挡 来自银河系深处的高能量宇宙射线 减少它们进入太阳系的机会 就像一层防辐射的外衣 保护着我们这个蓝色星球 当日光层稳固而扩张 它就能向一个庞大的磁盾 将更多危险的高能粒子 偏转回太空 如果这层防护变弱 那些粒子就可能穿透进来 影响在地球轨道上的卫星 暴露在太空中的宇航员 甚至在地球大气层中引发电离 影响气候 所以掌握这个边界的确切位置与动态 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更是让我们对太空天气 有长远而准确的预测能力 这将有助于保护我们未来 在外太空的设备与生命 也有助于长期太空任务的安全规划 而这不只是太阳的故事 一旦我们搞懂了日球层的行为 我们也将能以此为蓝本 去推测其他恒星周围的炮撞结构 是如何运作的 这有助于揭示 恒星如何与银河环境互动 甚至影响他们所孕育的行星系统 航海家号的任务 从来不只是为了画一条线 告诉我们太阳系到这里为止 他们真正的贡献 是让我们第一次 用亲眼观察与实地数据 开始了解这片边界的活跃性与复杂性 透过他们回传的资料 我们得以一窥 那道宇宙边缘的真实面貌 那里并不是一片静止或死寂的空地 而是一个正在呼吸 会变动的磁能边界 它远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还要有生命 有节奏 充满未知与变化 这些发现 不仅为太阳物理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也在太空天气 宇宙射线 甚至银河磁场研究等领域掀起波澜 它们像是一颗颗抛向深空的石子 在科学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 持续影响着我们对宇宙的整体理解 首先 航海家号提供了我们研究太阳长期变化的一扇新窗口 过去我们主要依赖地球附近的观测 如今 我们得以从数十亿公里外 观察太阳风与日球层在整个活动周期中的变化 这对理解太阳本身的节奏至关重要 如果日球层顶真如观测所示 会随着太阳周期的起伏而大幅度的呼吸 有时伸展数十亿公里 有时又向内收缩 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定义 太阳的影响究竟延伸到多远 它的力量是否早已触及 我们原本认为属于星际的领域 这种日球层的脉动不仅是学术上的惊奇 它实际上可能会对地球所受到的宇宙辐射计量 产生长期而缓慢的影响 这些变化或许不会在短时间内明显表现出来 但在几个世纪甚至数千年的尺度上 却可能重塑我们所处环境的太空条件 更进一步的 这些发现也让我们不得不开始问自己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 太阳与星际空间之间的边界会变成什么模样 这是一条静止不动的边线 还是一片波动脉动的宇宙潮汐 现在航海加号早已超越了太阳的涨心 深入到真正的星际空间中 但即使已离开那层太阳风构成的起跑 它们依然没有抵达一个所谓安静的远方 那里依然有波动 有变化 有看不现的力量在运作 太空船依旧在记录着各种微妙的变化 等离子体密度逐渐变化 磁压产生新的梯度 宇宙射线强度也出现意料之外的起伏 这些数据暗示着 星际空间并不像我们曾经以为的那样单调 它也充满了结构与边界 这些观测带来一个重要歧视 原来在浩瀚无垠的星际空间中并不是一切皆空 那里存在着我们过去未曾遇见的层次 边界与波浪状结构 就像海洋下看不见的暗流 潜藏着更多等待结实的秩序 然而 在坚强的探险者也终将面对时间的侵蚀 航海家好如今已进入生命的黄昏 年复一年的老化 它们身上的仪器也逐渐力不从心 它们仰赖的能源来自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电机 但这股微弱的核能热流也在1.1滴的耗尽 预估到了2030年代初 它们将失去足够的能量维持通讯 最终沉寂在星际的寂静中化为无声的漂流者 即便如此 航海家好的故事不会就此终止 它们的遗产早已超越金属与螺丝组成的机体 成为人类对宇宙探索精神的象征 那是一段不依赖目光所及 而是凭借信念航行的旅程 为了接续这场横跃宇宙的长征 美国太空总署正着手打造新的探测者 这些继任者将接过航海家好的接力棒继续前行 为我们描绘出更完整的宇宙边界蓝图 新的任务正在整装待发 被命名为星际测绘与加速探测器 IMAP的太空船 预计在2025年启程 它不会飞出太阳系 但会以另一种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这道边界 它将捕捉从日球层顶回流而来的高能中性原子 这些例子像是从边界寄回的讯息 IMAP将把它们拼凑成一幅前所未有的宇宙地图 透过这项任务 我们将不再只是从单点窥视 而是能够从更宏观的角度 描绘出整个日光层的轮廓与姿态 它是椭圆 是波拉 还是不规则的脉动 IMAP将揭示这个动态边界 如何随时间膨胀 手缩 跳动 就像太阳与星际空间之间一场无声的对话 与此同时 科学家们也在酝酿更大胆的构想 建造一艘真正的星际探测器 目标是直奔距离太阳足足1000个天文单位的远方 那比冥芒星还要圆20倍 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长征 这将不仅仅是一次科学任务 更是对人类技术 耐力与想象力的极限挑战 一旦成功 这艘星际探测器将为我们打开一闪 通往更深宇宙的窗口 我们将首次从那样遥远的距离 亲眼观察日球层外的结构 探测星际介质的真正模样 甚至揭开那道界限之后 是否还有更远的边界 更大的结构 等待我们发现 航海家豪 犹如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画下的第一笔 他们提供的是起点 是原始的数据 是我们首次站在银河门口敲门的证据 但要拼凑出整幅完整图像 还需要未来数十年 甚至数个世代的努力与持续探测 这是一张星际地图的草稿 而后人将在其上天会宇宙的全貌 日球层顶 不再是我们以为的那道静默退场的界限 它是一个充满能量的交汇点 是一场磁力与粒子的永恒舞蹈 是宇宙中最活跃 最奇异的边际之一 那里有热 有压力 有重构中的磁场 它不是尽头 而是变化的开始 在这片名为日球层顶的边界上 航海家好发现了一个高达五万开尔文的能量热区 那是一道无形却真实的墙 打破了我们对太阳与银河互动的旧有想象 更难能可贵的是 它让我们第一次亲眼见证 从一颗恒星的光芒之下 跨越到星际深处的那一颗转变 这不只是一次观测的胜利 更是人类在黑暗宇宙中 向未知边界迈出的勇敢一步 在这片静默的太空尽头 两艘老旧的太空船仍缓缓前行 向前是无垠星海 回望是太阳最后的一缕磁场 它们也许即将沉没 但它们说过的话 将在人类对宇宙的想象中回想不止 航海家好 让我们第一次看见边界 也提醒我们 宇宙永远还有更远的地方 可以前往